111年春季篮展这个周末假期是在吉安浩克艺术春登场 花莲县兰艺协会精选了200盆珍贵兰花 包括了特殊花种西有兰花 还有年度评选优胜兰花 展期当中还有养兰教学讲座 欢迎喜欢兰花的民众要把握机会前往菜观欣赏 花莲县兰艺协会举办的111年春季篮展4月9号到10号两天 在吉安浩克艺术春盛大登场 今年精选了200盆珍贵兰花 其中还有相当稀少的特殊花种是相当难得的机会 今年比较特别的花就是说有一颗蝴蝶兰 它有点类似那个 今年在台南国际兰展有一颗非常出名的乌克兰的双色花 我们在会场里面也有一颗这样 我们应该有点类似黑白狼菌的花 它是双色花自然的变异的花 另外就是说现场也有四颗非常非常特别的蝴蝶兰 它的叶子是像老鼠尾巴 所以我们号称老鼠尾蝴蝶兰 非常非常特别 还有我们今年的冠军花是来自于 马来西亚金拉巴鲁神山的那个 那个肉食 肉食拖鞋兰 那个对 那种类非常非常的多 欢迎大家前来欣赛 吉安山南游淑珍也特别到现场来赏花 他也号召乡亲 星期假日全家一起来到浩克艺术村共享亲子时光 浪漫春天美丽花艺 谢谢我们花莲蓝艺协会在吉安湘浩克艺术村 带来第三年共同合作的精彩 看到这有非常非常多不一样的兰花来呈现 尤其是在今年特优以及所有优选的兰花 尽收在眼底油 所以请把握4月9号10号两天 来到浩克艺术村10号馆来欣赏兰花 除此之外旁边也有很多的兰花 要来分享给我们的乡亲好朋友 我看到喜欢种兰花的好朋友 千万不要错过了亲子活动的时间 我们做好防疫 戴好口罩 记得带着家人一起来浩克艺术村 欣赏200岁的老树 跟美丽的兰花艺术展览 两天的展览期间 有三个场次养兰教学讲座 才现场报名 名额有限 华联线蓝衣协会 欢迎民众把握机会 请来欣赏今年度最美丽的兰花 这旅会节目相报道